歡迎收看 我們明珠報告案 資証國際性同胸行新建案涉及文化基材法則法 第34條未定報告案 我們依據的是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 辦理情形1 奔赴於86年2月20日公道指定西門紅樓為古蹟 有關榮耀建設新建工程案 基地位置臨近古蹟西門紅樓 榮耀建設委託廖錦建築師事務所 在107年3月的時候韓宋興建計畫機 以古蹟委市角的建模擬服務等過局 請委員參考復健二 本局序於107年4月12日召開現場會堂登審查會議 邀請文資委員及相關單位與會 詳細的會議記錄請委員參考復健三 會議結論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的部分 摘入如下 1 請本案實施者已定新建工程中 與本市市定古蹟紅樓的監測保護計畫 2 後續依文資法第34條送本市審議會報告 今天實施者也有提供就是 古蹟保護監測計畫 請委員參考 這是紅樓的古蹟公告 然後這是紅樓的地籍地形圖 隔著內將街下面就是興建案的基地 這是他們的相對位置 然後還有這個是他們 紅色標材一線有林坊建築物 那申請建物是他們模擬的一個圖桌 這是以紅樓為入口的時候 申請建案的模擬主說 更近一點的視角 後續的擬辦 1 直查市地古蹟信門紅樓旁興建工程 望保區和中段一小段216T號的20坪土地 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鎖鏈 有破壞古蹟之完整 遮蓋其外貌物阻塞其冠染無道之旅 您請同意備查 2 請深社單位待會補充說明古蹟保護基建設計畫 好 三個拿一 後續結論辦理 請深社單位待會補充說明古蹟保護基建設計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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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核心清潔期間是最多的一間間的建設計畫 這也是最多的一間建設計畫 三個原本主意的建設計畫 請深社單位待會補充說明古蹟保護基建設計畫 請深社單位待會補充說明古蹟保護基建設計畫 亦會補充說明古蹟保護基建設計畫 當時可以補充看能力補充說明古蹟保護基建設計畫 這個地質的影響比較大,怕發生側向位置,或者是長土地會出現大量的水或沙油,還有一些事故上的問題 我們做一些鑑測,如果說鑑測系統有感應到的話,馬上可以做硬電的組織 另外就是我們這個基地距離紅樓的位置,第32頁 我們基地距離紅樓的位置,我們測出來是51米 我們基地的開花深度是20米,兩倍開花深度是40米 照講的話,影響範圍就比較小一點,所以已經超出兩倍的開花深度的範圍 以上是我們建築事務所做的一個建設的報告 法官,可不可以很負擔 這個本來,各位有沒有資格? 沒有的話我們注意說可以看 詞曲 李宗盛 是,已經是有所謂的,從頭到6.0,沒辦法做直線,因為兩者已經算算了,就可以了,如果有時候增加一點,成縣一點的話就可以了 是,照顧一下先辦理 好,謝謝老師 好,現在就跟一位依然說,後續的修正辦理好,那就白白,一定備查,好,謝謝 謝謝 好,那你有誰按照? 對,接一按照一按照 好,謝謝各位,大家辛苦了,大家辛苦了